自从三国演义被搬上一幕后 就没有一个人不知道诸葛亮 也没有一个人不喜欢诸葛亮的 但诸葛亮真的就那么完美吗 他一生以心腹汉士为己任 然而直到病逝也没有完成致远 甚至在他去世后没多久 蜀国就被灭掉了 对此虽有不少学者给出了自己的解释 但总能被其他人抓出破绽 直到近现代才有人一针见血地指出 诸葛亮从龙中队开始就已经错了 这里是风云争霸 本期视频我们一起来聊一聊 诸葛亮为何没能统一三国 一 其物始于龙中队 都说决策和用人是兵法探讨的重要内容 对于诸葛亮 有人曾一针见血地指出 其物始于龙中队 诸葛亮本是山东狼牙旺族 后来随叔父来到荆州 叔父去世后隐居在湖北龙中 以甘独为生 又结识了一些有识之士 时常谈论时政 诸葛亮经常用至世民臣管仲 阅异自别 其他人觉得诸葛亮自视过高 只有徐树和崔周平这些人 都认为他有这个才能 刘备一直有恢复汉室江山的志向 但苦于身边缺少谋士 势力一直发展不起来 这时非常需要一个能帮他出谋划策的人才 而恰好徐树在离开的时候 向刘备推荐了诸葛亮 徐树特意嘱咐刘备 以诸葛亮自视甚高的性格 是不会主动前来见他的 请刘备务必亲自到龙中拜访 刘备求贤若渴 根据徐树的建议 三次来到诸葛亮隐居的草庐 请其出山 诸葛亮被他的诚意感动 答应了刘备 并献给刘备一个 匡扶汉室的计划书 这就是我们所说的龙中队 在这份计划书里 诸葛亮对天下大事的分析 十分到位 曹操携天子以令诸侯 拥兵百万 不能轻易和他交锋 而江东之地 经过孙家三代经营 已经根深蒂固 也不能轻易喊动 但是和曹魏有矛盾 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 可以结盟共同抗曹 诸葛亮也给刘备 选了两个根据点 荆州刘表不能守夜 一州刘彰不知抚恤百姓 可以先将这两地占为己有 而后 安抚西南的少数民族 积极壮大实力 一旦时局有变化 就可以从汉中进入长安 向曹魏集团发起攻击 诸葛亮的分析十分到位 可是想要同时占有 荆州 益州 有三个弊端 有人认为 同时占有荆州 益州 不是民智之决 千里之谣 而二分兵力 会将实力大打折扣 两地相隔千里 地位又同等重要 势必要分兵聚守 这需要有能力的大将 而蜀汉最缺的 恰恰就是会打仗 能守城的大将 而将原本 就不丰裕的人才 分兵两处 一定意义上来说 确实削弱了 蜀汉的整体实力 第二个弊端 是距离问题 古代交通 通讯都不便利 两地相隔遥远 一旦一城有失 救援根本来不及 而且 荆州 益州两个地方 综合实力相当 但因为相隔遥远 两地无法建立起 便捷的联系 实际上 两地都成了独立的个体 没有从属关系 以蜀汉的实力来说 无法同时占有 最后一点 也是最致命的 诸葛亮在建议刘备 夺取荆州 蜀汉州的时候 同时也提出了 结交东吴 联合抗曹的策略 但这本身就有矛盾 矛盾点就在荆州 荆州处于扬州上游 孙权一直把荆州 看作是他们的屏障 迟早会把荆州收入手中 当蜀汉和东吴 同时面对曹魏的威胁时 这个矛盾没有显露出来 就被诸葛亮忽略了 赤壁之战后 曹操元气大伤 蜀汉和东吴暂时没有外患 荆州归属这个矛盾就爆发了 东吴攻打荆州 刘备的得力大将关羽战王 蜀汉和东吴成仇 之后又起大战 刘备张飞都因这次大战去世 这也导致 后来蜀汉的实力越来越弱 最终不但没有实现统一 反而被其他实力吞并 比起曹操的唯才事举 诸葛亮的用人之道 有很大的局限性 正是这些局限性 导致了蜀汉后期人才的匮乏 第一个局限性 就是选人太苛刻 诸葛亮用人有个七观法 他从品德、智慧、胆识等方面 全面考察人才 堪称面面俱到 非常完美 乱世用人 更需要独当一面的奇才 而不是面面俱到的道德君子 所以用七观法来领选人才 无异于把人才往外推 而曹魏集团则截然相反 不注重道德水准 而是为财适用 量财为用 在某个方面 有才能的人都能得到发挥 所以 东汉三国中 属曹魏人才最多 其次 诸葛亮用人 分地域 搞小团体 诸葛亮当政以来 一直在大力扶持 金楚势力 打压出身 一周的人才 一个政权内部 一旦出现分派夺权的现象 那这个政权 就有点危险了 如果两派势力相当 那还能互相制约 要是一派独大 就会影响政局稳定 刘备去世前 也意识到了这一点 这才委托了 益州势力的代表 李延作为仅次于 诸葛亮的托估大臣 但是刘备去世后 诸葛亮便罢免了李延 我们一直强调 蜀汉缺人 在缺人的情况下 还极力打压另一个势力 确实有点狭隘了 用人不当 也是诸葛亮的致命错误 最具代表的就是 关于守津州和马速施阶庭 镇守荆州 就需要和东吴搞好关系 而关于却为人骄傲 孙权曾经向关于提亲 想让他的女儿 嫁给自己的儿子 关于却傲慢地回答 我的狐女 怎能嫁给他的犬子 如果亲事能成 那么蜀汉和东吴之间 就多了一层关系 就算想要夺取荆州 孙权也会多一些顾解 可是这个提议却被关于 断然拒绝了 明知道关于性格骄傲 对东吴有轻视之心 不能很好地执行 教好动物的政策 却还是派出关于 镇守荆州 不能不说是用人不当 施阶庭也体现了诸葛亮 任人为亲的一面 马速是湖北襄阳人 从小就采取过人 诸葛亮非常喜欢他 任命他为参军 经常和他谈论兵法 但是刘备一直认为 马速言过其实 提醒诸葛亮不可大用 尽管如此 却抵不过诸葛亮 对马速的喜欢 他和马速简直情同父子 事实证明 刘备看人还是很准的 诸葛亮第一次北伐魏国时 曹魏派出民将张和应战 诸葛亮没有和张和正面交锋 法任命没有实战经验的马速 做先锋 和张和对阵接停 其实当时还有民将魏严 和老将无一可用 诸葛亮却力排众议 坚持要用马速 结果马速兵败接停 第一次北伐被迫终止 之后 诸葛亮不得不挥泪斩马速 并上表自请连将三级 作为对自己用人失误的惩罚 三分兵力安得不败 三分兵力安得不败 这是对诸葛亮军事策略的评价 指的是关羽镇守荆州 刘备征伐东吴 诸葛亮北伐曹魏这三次分兵 第一次分兵将蜀汉兵力一分为二 两者又不能互为倚靠 当东吴进攻荆州时 关羽败走卖城 刘备救援不及 最终丢失荆州 荆州的丢失 直接让蜀汉损失了大批人才 关羽的离世 不仅让刘备清算了很多蜀汉官员 也是宜林之战的根源 宜林之战 就是毛主席所说的第二次分兵 刘备为了替关羽报仇 领兵数万人攻打东吴 张飞也带领一万人 从四川浪中赶来 但是出发之前就被部将所害 东吴一见刘备 几乎举全国之兵打过来 连忙向曹操称臣 先稳住一方 同时 孙权派大将陆迅一战 陆迅和刘备打了七八个月之后 在宜林大败刘备 宜林之战失败后 刘备败退白地城 要不是赵云来救 恐怕连人都要折在战场上 后来修脑成疾 病逝在白地城 刘备去世后 诸葛亮与东吴重新联盟 着手恢复内政和生产 休养生息 用两年的时间恢复后 诸葛亮认为时机已经成熟 可以出兵讨伐曹操位 这就是第三次事务 蜀汉之前经过两次分兵失败 已经元气大声 兵力只有曹位的五分之一 这个时候北伐 可以说是拿着蜀汉的最后一次家底在赌 而且诸葛亮还赌了不止一次 我们习惯认为 诸葛亮六出奇山 实际上只有五次北伐 但就这五次北伐 损失兵力还在其次 经济的负担却实在不小 诸葛亮去世之后 只有蒋婉撑了十年 其后蜀汉后继无人 费医只管内政不理军事 姜维连年征战不休内政 数次北伐后 姜维还是没能挽救蜀汉的败局 司马仕打到绵阳 后主流善投降 蜀汉自此灭亡 不知道大家对诸葛亮 没能统一三国的故事 有什么样的理解和评价呢 欢迎各位在评论区留言 我们下期再见